有一个谣言在流传 某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中 曾经参与造反派 是四人帮的余孽 中共太子党政治矛头 对准了习近平的两个左右手 一个就是蔡奇 一个就是李希 北京的新华书店 一进门以后最重要的位置 全部换成了邓小平的书 而习近平为了自保 他不得不现在做出一些 吹捧邓小平的假象来 现代专制体制最高领导人 他缺乏合法性 你能做其他人 他觉得他也能做 所以这种政治的斗争和狡诈 就特别的残酷 习近平的政治生命的安全 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 习近平在18大前 大概知道他曾经消失了14天 阿兹海摩镇 这个决策中枢瘫痪 基本上政权就离崩溃就不远了 欢迎收看经营论坛 我是石山 进入八月份 中共的政局是愈发诡异 不但习近平在官媒中不再露面 甚至其他六个常委 也基本都集体消失无踪 有人说他们现在集体到 北戴河度假去了 但期间外国领导人访华 也不见任何高级官员出面接待 就有些太过诡异 当然另一方面 中共军报的一篇最新的文章 要求对军事事务 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也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对我们今天继续关注北京的情况 今天的嘉宾有 大约时报的总编辑郭军女士 还有独立电视片制作人李军先生 另外旅居澳大利亚的 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今天也会连线参加我们的节目 李军 中国领导人最近一两个星期都不见了 所有人都在问 Where are they 他们到哪去了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共政治局常委 最后一次露面的应该是8月3号 蔡奇 慰问北戴河度假的专家和学者 从那以后就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 几乎大家都隐身了 有人说这个时间是到北戴河休假的时间 但是我查了一下子 过去两年同一时间的一些新闻 李强是在2023年的8月9号 举办了国务院的全体会议 是全体会议大家都在的 习近平在2022年的8月 是去了辽宁考察 同一时间他们都没有休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不同的 去年和前年他们这时候没有休假 最近这几天大家最关注的 可能还是习近平 习近平在18大前 大家知道他曾经消失了14天 那么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这次呢他准备要消失多久呢 不知道 所以网上啊 现在关于他的各种负面消息 还是很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最近几天 张又霞和王小洪 这两个习近平的铁杆 相继出文章 就力挺习近平啊 那么最近在报道中消失的 什么两个维护啊 两个确立啊 报道中就开始出现了 因为这两个人啊 一个是刀把子嘛 一个是枪杆子 对 那么他们俩似乎在说啊 习近平没事 当然了 这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在洗白他们自己 因为现在网上有关这个什么 张又霞独权啦 王小洪被架空的信息也很多啊 特别是那个人大教授 他直接就说了嘛 说习近平这个重病 现在是张又霞和魏东 在维持秩序 所以袁教授呢 现在有关北京政局的传说啊 非常多啊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些呢 当然比较离奇啊 真假难辨 有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符合道理啊 您那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跟我们谈一下吗 关于习近平的各种留言啊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 那么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啊 他通报的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习近平这个生理上呢 未必会有什么重病一类的这个大问题 但是他政治生命的安全 显然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这个挑战 那么这种政治生命的安全 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人心丧尽啊 所谓人心丧尽呢 不仅仅只是 不仅仅只是指这个民心沸腾 民怨沸腾 民心这个不稳 而且也表现为啊 观心动荡 那么这种观心动荡 有明确的这个具体的表现 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啊 他传出来一份这个 一份这个语音文件啊 我们把它记录了一下 这个语音文件呢 指的是这个中共二十届啊 三中全会之后 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啊 就发出了一个 一份关于腐败的动态的 最新的这个通报 这个通报呢 下发到了所属的各级组织 在这份通报中指出啊 有人利用风行一时的 灌弹普克牌游戏 大搞官商勾结 形成权钱交易的新的腐败形式 有的干部甚至呢 利用大灌弹游戏啊 作为这个伪装 搞政治上的团团伙伙 肆无忌惮的妄议中央 妄议中央的领导 败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形象 这已经构成啊 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 政治安全隐患 所以通过这一份的这个通知啊 通报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中共官员现在是普遍的躺平啊 但是表面上看来人处无害 实际上在暗中啊 就通过大灌弹普克牌这一类的游戏啊 正在搞中共所谓的政治上的团团伙伙 也就是准组织形式 随时窥测啊 习近平可能这个大崩盘的这个时机 至于中共体制内 良知人是传出的另一份这个语音的这个 这个信息啊 这个信息讲呢 在八月初啊 中共的新华社的小内参 所谓小内参就是小参考了 就是给这个最高级一些官员 这个看的一些信息 这个小信息 小内参中的看出一个社会动态 也就是在多地发现呢 由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 在灌弹游戏的场合啊 共同在传播一个谣言 那么这个谣言的内容呢 是某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啊 曾经参与造反派 是以江青 王洪文 张春桥 姚文元代表的四人帮的余孽 这个人呢借助啊 反贪腐的名义 把正准备啊 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啊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红色家族 为四人帮报仇 这个造反派余孽呢 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充满了阶级仇恨 那么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就指出啊 这份小内参中所指的那个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啊 是指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子 也是指啊 中纪委书记李希 那么散布这个消息的 它的来源呢 显然是中共太子党嘛 对 太子党家族 散布的这个信息 对 中共太子党家族在目前这个敏感的时机啊 他把这个攻击的矛头啊 政治矛头啊 对准了习近平的两个 这个左右手啊 左膀右臂啊 一个就是蔡奇 一个就是李希嘛 如果这两个习近平的进程 他们文化大革命中啊 曾经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得到证实的话 那将使整个习近平这个个人独裁统治啊 陷入一个这个极大的危机中啊 现在北京的官场呢还在疯传呢 文家宝原来的国务院总理文家宝说的一段话 谁要想复辟江青等四人帮的路线 那就先把我的头砍掉 我不愿看啊 长江黄河倒流 那么据北京的官场朋友讲 文家宝在这个时候啊 会配合太子党来发出这个信息呢 那是因为啊 在8964的时候 当时文家宝呢 是担任中共中央的这个办公厅的主任 他按照邓小平的指示 控制了当时的总书记 这个赵紫阳的人身自由 赵紫阳当时去这个广场看望学生 有的人讲那你赵紫阳为什么不可以留下来呢 和学生在一起呢 那大家都记得当时这个温家宝就在旁边嘛 如果这个赵紫阳先生 如果当时留下来 他马上就会被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一些人 马上就处置掉或者架走 正因为温家宝啊 做了这件事 所以他得到了整个邓小平和邓氏家族的这个 深刻的信任 所以有人认为现在啊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呢 又是这个温家宝啊 站出来做这个 替这个邓氏家族啊 和中共太子党家族发声 这才是当前啊 中共正在发生的 直接威胁到习近平政治生命安全的一个事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而且还将据说 对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嘛 还会继续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习近平呢 将在近期啊 高调的吹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嗯 他想用这种吹捧呢 来这个 回击啊 中共太子党对他的 进程的攻击啊 对蔡奇和李希的攻击 前两天就看到一个视频 是北京的新华书店 一进门以后 最重要的位置 以前全部摆习近平的书 全部换成了邓小平的书 全部 不是说一本两本 是全部 最重要的位置 全部摆成了邓小平的书 我当时看这个 我就觉得 这是说明了一点什么 因为我们记得 中共在做第三次历史决议的时候 就是为了否定前面 才能树立后面这个领袖的地位嘛 他要做这个决议 虽然他提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提了什么三个代表 提了科学发展观 但是 他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前面 我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党 要不然你怎么挽救呢 所以他的本意是要否定前面的 所以在中共过去两年的文件里面 很少提改革开放 很少提邓小平这些 但是今年的情况确实有所不同 所以刚刚可以印证 袁教授说的这件事 所以袁教授您觉得 这个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有关邓小平理论的这个宣传 可能会越来越多是吗 就是说邓小平好像是 诞辰多少周年呢 本来习近平是对邓小平这个路线的 那是要 实际上是要坚决否定的 他所谓的深化改革开放的 他也是想要夺回这个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了 他要通过新的话语权来否定邓小平的路线 对 那么他现在为什么突然借这个纪念邓小平 赞成多少年的这个机会了 要这样来高调的来表示他对邓小平的推崇 原因何在呢 就是因为中共太子党 现在已经发起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这个政治挑战 就是我刚才讲的 认为他的两个常委 一个叫做这个蔡奇 一个叫做李希 他们有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过造反派的活动 那如果这个指控能够成立的话 那就像这个文家宝趁机讲的 如果这个四人帮的路线如果复辟的话 那我宁肯去死 而且大家也知道这次北京青年报 那肯定是秉承这个蔡奇的旨意嘛 对 没错 对灌弹游戏进行大批判的这个风潮 所以整个中共党内的进一步的这个斗争 将围绕着这个问题 逐步的展开 就是要看这个蔡奇和李希 他们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这个事情 能不能被坐实 能不能有确凿的证据 可能要围绕着这个状态展开 而习近平为了自保 为了表明他是个改革开放的 他是忠诚于邓小平的 他不得不现在做出一些 这个推捧邓小平的假象来 对 对 在习近平内心的深处 他是要抵肩毛泽东的 对 对 对 没错 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里面 跟这个打仗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擒贼先擒王 直到黄龙把这个人干掉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太强大 没办法 我就是掐头去尾 慢慢来 就是先今天斩你个脚趾 明天斩你个左手 就是慢慢来 现在看来这个做法 就是有点往这个方向走 而且习近平在上台初期 他的最重要的政治资产 其实就是太子党 因为太子党是统一 基本上全部统一在支持他 但是最近这些年 看起来是分化 到了现在 以我所知 基本上是99%以上都在反对了 所以这个他可能 当他面对国际局势也好 国内局势也好 当他感觉到地位不稳的时候 他会重新去找他的政治基础 这个确实是符合这个政治逻辑 这个常理 当然这个说来说去 最重要还是军权 所以李军 解放军报的那篇 所谓的科学决策的文章 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对吧 对 这个文章应该说很刺眼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标题是什么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又是科学 又是民主 又是依法的 这明显和这种党队军队的 绝对领导 和这个习近平的两个确立 两个维红 那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对 因为你要民主 要科学 要法治 而且就是8月10号 在国内外 都在传习近平出世的时候 出这个文章 那这个时间点也很不一般 这很容易让体制的人 联想到什么呢 联想到当年中共的两个凡事 与实践是前 真理唯一标准的 这种对立和争论 因为这两个本身就对立的嘛 对 那还有这篇文章 一上来就说 就是民主集中制 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和领导制度 是激发党的创造活力 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这个帽子一上来就扣得很大呀 就说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原则 和领导制度 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是给领导定的 你不能随便改的 对 不是对一般的党员而言的 对 是对领导的 然后又说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组织编组的这个民主集中制度本 已经印发全军 要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 是一个重大课题 哇 这么看 这好像是一个全军的大事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在想 我什么级别的领导 或专家来写这样的文章呢 落款是什么 估计谁都想不到 落款是解放军总医院的 第四医学中心 一个医院的医学中心 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这都太有意思了 换句话说 这篇文章有问题 哪个领导都不用担责任 对 对 当年写这个实践是解研证理 唯一标准是谁写的 是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 胡鸿铭写的 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出来 引发了大讨论 现在是一个医学中心 写一篇文章 要民主 要科学 要法治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设计 你看这个以后可能要改一改 因为墙上现在都是 是绝对忠诚嘛 作风优良嘛 能打胜仗 现在又改了要民主决策了 确实是 所以袁教授 你觉得军队方面和习近平之间 他这个关系是怎么样 是有问题吗 我看最近张又霞 又自己署名写了一篇文章 再次强调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等等 现在这个里面 有什么矛盾之处吗 你觉得军方和习之间 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这个习近平 遇到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最尖锐的挑战之一呢 就是这一次啊 前不久啊 所发生的这个军中的政治不忠诚的大案 牵涉到的人是什么魏凤和 李尚福 火箭军司令部的整体的这个领导层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的整体的领导层 再加上这个外交部长秦刚 所有的这一大批人都是习家军 都是习近平亲自以为心腹的这么一群人 可是这个群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这个政治不忠诚 有的人把它叫做腐败大案 当然肯定是有腐败 但是我把它首先定义为政治不忠诚的大案 那么这样的事情一旦出现之后啊 中共体制内一些朋友讲嘛 这对习近平的打击啊 比当年林彪的所谓叛逃 对 那个打击还要沉重 无论是心理的威信的这个权威的 在党内的这个声誉的打击啊 都是极其严重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很多人就对习近平用人发出了质疑 当年这个魏凤和啊 当这个国防部长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找他谈话 曾经向他说过一个自己的大的战略 那可以说是推心制服啊 用最简单的话讲呢 习近平这个大战略呢 第一步啊 2027年8月1日 这个中共建军百周年之前呢 特地解决台湾问题 将美国的势力呢 击退到 逼退到太平洋的深处 这是习近平的第一个战略 习近平的第二个大战略呢 就是在中共建政百周年之际 也就是2049年的之际啊 他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收回啊 从临以南的所有的俄罗斯占据的这个领土 然后呢 尽可能的把这个俄罗斯的势力逼退到乌拉尔山以西 让这个俄罗斯呢重新变成一个这个纯粹的欧洲国家 乌拉尔山是欧亚的分界嘛 魏凤和听完这个话以后呢 对这个习近平的大战略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后来啊 魏凤和当国防部长之后 他曾经和这个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秦刚啊 有一些这个业务上的交往 而且两个人 包括李尚福在内呢 三个人很快就结成了一个中共所谓的团团伙伙 在这个过程中 在私下的谈话中呢 魏凤和啊 像秦刚啊 讲出了习近平的这两波大战略 魏凤和认为这个既狂妄又不懂得国际政治的大事 认为习近平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啊 到底拥有怎样的能量 所以他对习近平这个大战略啊 表现出了很大的忧虑 也就是凡是受过一些正常的军事 高级军事教育的人 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一种荒唐的这个说法 而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被揭露出来的呢 就是秦刚发现王毅要对他进行下手的时候 要整肃他的时候 他抢先为了向这个习近平表达忠诚 把所有他知道的这些李尚福和这个魏凤和的这些 这个妄议中央的妄议圣上的言论呢 都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彭丽媛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揭露出来 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中共军队中啊 凡是受过一些正规的或者高级的这些军事训练 军事教育有比较高的军事素养的军官 像这个火箭军的军官 战略支援部队的军官 大家都对习近平现在这个荒唐的所谓大战略 这个不敢苟通啊 所以这才是习近平跟军中啊 在军中的真实的地位 不管怎么样 反正军队里面现在是出大问题了 不光是魏凤和 包括这个什么李尚福等等 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各大战区啊 司令啊 还有各部门都在调动 所以这个里面确实有很多很诡异的地方 所以郭总编你怎么看这个事 确实很诡异 中央集权它这个体制啊 它有它自己的优势 但也有它的弱点 它最大一个弱点就是 有一个中央疏流 一旦这个疏流出问题 全局就出问题了 现在感觉上呢 是中共的这个中央疏流出问题了 领导人呢 他要长期执政的 现代这种专制的体制的 基本上是无法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与人类的这个大脑运作也有些 大脑运作有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技术 基本上只能处理身体的疾病 但是大脑萎缩是没有办法的 像阿兹海膜症到现在 还没有搞清楚发病的原因 也根本治不了 其实这个糖尿病 导致了阿兹海膜 它最重要的一个症状 其实就是它对谁都不相信 它记忆力在退化 只记得很多年前的事情 对近期的事情也根本就记不住 然后是它的基本这个逻辑 认知没有了 只剩下一种对自我的极度的固执 和那种极度的惊恐 那一个现代的这种专制者 不管他有多有智慧 多么聪明 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再好 就算他身体还可以维持健康 可以赶到100岁 对 但大脑的这个退化 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他的决策一定是连连出错 又绝对不能够改正 而且还会大肆进行内部清洗 而他谁都不相信 怀疑所有人 所以这个决策中枢瘫痪 基本上政权就离崩溃就不远了 那现在中共差不多 我看就是这个情况 你讲的这个比较有意思 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讲 那你觉得后面这个 未来的一些变化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肯定会出现大变化 首先是这个整个体制 很可能崩溃 这有点像一条大船 中间又有很多分隔舱 一旦出事故的时候 海水进去只淹掉一个舱 其他的舱还能撑起这条船 继续缝在水面 但如果是大家在一个大舱里面 只要破一个洞 就足以让整条船沉下去 那中共的体制 我们说是一个 大一统的极权专制 加马克思的这个模式 中共说的中国特色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了 它的制度上 基本就是高度极权的模式 所有的决策 所有的指令 都是来源一个非常小的集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秦朝很快就灭亡了 从管理学来看 就是他把一个小国家的管理体制 扩展到一个大帝国 做过生意的朋友也大概都知道 就是说经营小公司小铺头 和管理大公司完全是两回事 那管理政府也一样 一个大帝国的事物 太多太庞杂 小集团根本就步不过来 管不过来 一旦有破洞就崩溃了 所以这个枝江新军可以管一个县 一个市甚至一个省 但管一个国家的时候 可能就很多漏洞 很难应付了 其实秦朝之后 中国的皇帝为什么放权给地方官 很多决策都有地方自己解决 不用这个事无巨细的规则 来进行限制 就是这个原因 尤其民间自治的那一部分 乡村中和城市中 都有自治的这个组织 那绝对的定于医生的体制 完全要依靠最高领导人 脑袋你得绝对的清醒 但人老了 脑袋就会不清醒 这海摩各种症状就会来了 孔子说老二不是为之贼吗 说的可能就大概是这个道理了 但现在这个现代专制体制 最高领导人他缺乏合法性 又不是血缘的传递 也不是选举的来的 你能做 其他人他觉得他也能做 所以这种政治的斗争和狡诈 就特别的残酷 我觉得中国政局最近几年 他一定要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好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袁教授和郭总编 真的是令人毛色顿开 可以看清楚 突然发现这里面很多道理 突然就全部通了 合逻辑了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